这个问题要从冥王星的起源谈起,冥王星是美国天文学家克莱的汤伯发现的,它的直径在2200万3000千米之间,有一颗卫星,名叫卡戎,冥王星每248年,绕太阳运行一圈,从发现至今它只走了五分之一圈,它距太阳的平均距离为591000米,被认为是离太阳最远的行星, 它侧向自转,且自转速度很迷,619小时零17分才转一圈,拜过一些科学家,孙里特顿认为,冥王星原来是海王星的一颗卫星,它与海卫一起让海王星顺向运转,曾一度与海卫一靠近,相互引力作用持海卫一变成让海王星逆转的卫星,而冥王星则被加速,逃出海王星的引力场,成为一颗行星。 而维连·麦金龙则认为,冥王星是一颗真正的行星,它与其他行星一样,是由穿过宇宙漂流来的热太阳雾形成的。 苏联科学家科瓦尔和谢卡维奇提出一种离奇的假设。 在7500万年以前,在土星和火星之间有一颗行星叫做法爱东法爱东是希腊神话中,太阳神赫里奥斯的儿子,类似地球,是地球年龄的1.5倍,其上有机生命的文明程度,比地球上高得多。 它们那时已掌握了任何能,后来不幸发生一次威力巨大的核爆炸,捏成许多小碎块,形成了现在的小行星带。 其中特大的一块,由于爆炸的冲力,使它的弓转轨道速度大大增加,而一直冲向弓转轨道以外的空间,冲到土星进旁后,把土星为一颗卫星,土为九兆的朝后转动。 宝令科文星撞成无数碎片,构成了现在的土星环,然后它继续前进,与天王星擦碰,从天王星上扯下大块物质。 这些物质又落回到天王星上,产生的猛烈冲击,使天王星翻了一个个,所以天王星与众不同,它的自转轴和弓转轨道平面的夹角很小,好像倒卧在那里。 接着,那个特大星化又冲过海王星轨道,动能至此才消耗殆尽,所以在海王星以外的空间,进入一条线的绕太阳运行的轨道。 这就是冥王星,另一部分小的碎块和尘埃,被抛到地球周围遮住了大部分热光,使地球气温降低,植物无法生长,从而导致了七千五百万年前的恐龙的灭亡。 这次爆炸被称为法爱东再变,同步阅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.